好友介於詐欺案件頻傳 台東關山警察分局 特地組成 試詐交安宣導團 並在轄區內各大的活動 校園部落文件站等據點 來加強宣導的工作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警方正在向民眾 進行反詐騙的宣導工作 期盼能夠加深民眾相關的防詐意識 有介於目前詐騙集團猖獗 警方除了加強查記之外 在宣導工作的部分也不鬆懈 台東關山警察分局 就特地成立了試詐交安宣導團 並在轄區的各大活動 學校以及關懷據點等地區 進行宣導工作 希望能夠藉此 加深民眾對於詐騙的敏感度 降低被詐騙的風險 內政部警政署有鑑於詐騙案件猖獗 署長黃明昭錄製 阿昭署長來了 反詐騙宣導廣播節目 及公益宣導影片 由全國警政單位全力宣導 本分局未能宣導深植民心 亦協請鄉鎮公所 運用洽工區電視全天候 播放防詐影片 並主動由試詐交安宣導團 走進社區校園關懷據點文件站 及利用各鄉鎮辦理各項活動時機 強力宣導交通安全及防詐 以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關山警分局也指出 民眾若是接到可疑的電話時 務必遵守一聽二挂三查證的方式 如果有疑慮 可以拨打110或是165的反詐騙專線 進行查詢或報案 以免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當中 記者陳吉林關山正報道